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任亲活动 其中的父母是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何登复和张光荣夫妇 他们今年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们本来有两个儿子 曾经是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在当地的一个小村子里 可是在1998年的9月2号 四岁的小儿子亮亮突然丢失 给这个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书东 会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也拍摄了很多的素材 也采访到了这个五十多岁的父母 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小视频 大家一块来看看当时发生的情况 我叫张光荣 今年我十八岁了 我是过来找儿子的 我儿子是98年9月2号丢的 在这二十多年 我们一家都很想念他 整晚整晚的睡不着想他 这个阵头全是我的眼泪 我现在我睡不着 我自己疼疼的哭 睡两张个钟头醒了 都像我的儿子 儿子呀 妈的年真的太辛苦了 不知道多少遍能见到我们的 爸爸妈妈想你们啊 特别是过年 过年的时候 一家一家做起就是一早 我们家吃饭就两三个人 其实看着这个两夫妻我觉得也挺心疼的 刚才在视频中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小亮亮呢 她是在1998年的9月2号丢失的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亮亮当时是在家吃完的木饼饭以后 要去爷爷家玩 对 爷爷家离自己家其实并不远 一分钟的路程 一分钟的路程 所以家长其实就基本上没当回事 因为一分钟觉得 可能小孩跑跑跳跳 一分钟又不聊 可能就跑过去了 而且平常经常去爷爷家玩 已经走得很顺利 所以就没有管 但是这一天孩子去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且爷爷并没有看到孩子来家 所以实际上我判断 就是在这一分钟的路程中 孩子除了一碗被人拐了 还是丢了 现在家里是完全不知道 一直到现在 所以家长真的要看顾好 自己的孩子 丢失的亮亮从小懂事听话 妈妈张光荣的身体不太好 总是容易翻肚子疼 有的时候疼到受不了 半夜就会爬起来找药吃 而每当这时候 亮亮总是会惊醒 然后呢自己坐起来 跳下床 穿着爸爸的大拖鞋 主动去给妈妈倒水喝 还会用小手去给妈妈揉肚子 哄妈妈开心 安慰妈妈 孩子的聪明懂事 是张光荣最大的安慰 可是在妈妈心里 一直觉得对不起亮亮 那就得妈妈妈妈对不起了 不知道他真的那个方向 家里呢当时确实比较穷 所以呢一般是大孩子 穿剩下的衣服呢 在给小孩子穿 一直是这个习惯 等于亮亮亮其实从小几乎就没有穿过新衣服 但是就在那前几天 也就是丢失钱的一两天 爸爸妈妈特别疼这个孩子 终于攒了点钱 给小亮亮买了一件新衣服 然后让亮亮穿上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 孩子丢了 所以这也成为了父母 是妈妈心中一个痛 对激一点的痛 这个孩子太恐怖了 你偷什么都行 偷我家中什么都行 你不能偷我的孩子 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把我的心过来也大块去了 你叫我这么活呀 我的儿子 你看到你的妈妈这样痛 你来找我呀 其实在孩子丢失以后 张光荣一家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孩子的丢失 爸爸何敦富一度接受不了 他变得越来越消沉 甚至常常喝酒 而喝醉了呢 就会和妈妈吵架 哭着说想孩子 妈妈张光荣的身体 本来就不好 后来呢 还患上了头疼病 每次疼起来 也恨不得在地上打滚 为了找孩子 一家人也花光了全部的积蓄 而夫妻俩的关系 也一度走到了破损边一旦 但是好在 最后他们都挺了过来 全家人一起努力 为儿子守住这个家 等他回家 在孩子刚刚丢失的时候 妈妈听说啊 被拐卖的孩子 有可能会被卖到大山里 于是呢 她就自己一个人 从家里出来 跑到山里去找孩子 几十公里的山路啊 一走就是一丈天 都起到了晚上 山里特别黑 只听见风在呼呼的外 妈妈一个人走在路上 其实她心里也特别地害怕 但是她根本顾不上这些 只想着赶紧去找到孩子 爸爸说 那个时候的妈妈 因为找不到孩子 受了很大的刺激 一度精神恍惚 甚至有时候走在路上啊 都听不到汽车 喇喇喇的那个声音 就因为这样 还出过几次车祸 二十二年来 他们一直在打听孩子的消息 想孩子的时候 就会去孩子小时候玩的地方 看一看 走一走 这是你最熟悉的 这些地方没变的 特条 还有这条河是没变的 这就是你经常玩的 铁路边 你哥哥 你经常还有宋哥 经常过来玩 我车在吗 铁车在吗 这些 到处 到处在传 带着 那天听到 有娃娃的消息 我们就去找 去看 结果没有 没希望的 所以小弟 你等孩子 我从那里看 我们算了算 98年的时候 亮亮是四岁 那么今年过了22年 如果能够找到孩子 应该是26岁了 父母的DNA 也送到了咱们的公安机关 也采写了 也进行比对了 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好消息 在不久前 他们的DNA信息 和一个生活在浙江义屋的小伙子 比对上了 经过我们的父亲们 经过最终的确认 这个小伙子 就是当年丢失的小链 所以我们的贵州市 警方也第一时间 把好消息告诉了这对父母 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 这幸福的一刻 接下来我们一块看看 我们今天把我告诉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孩子何之亮 是八年走私的 两年我们采取了你的DNA 进入口公关的货局局队 你的孩子就应该是 你们当时走私的孩子 何之亮 现在今天我来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把他的房间给他整理一根出来 就把这些笔都刷备就行了 把这个装备来给他做房间 你看 不 这样装备来给他做房间 他各个有房间 他各个那边也有房间 你给他刷备 这是木地板 要将就了 床上都给他换成新来 这要把几个席子 他不信 这找到我非常地高兴 我不是说 你看 不但我高兴 你看这摘名字 我们摘上的这些老的小的 你看 就拍起一大船 我非常地高兴 风变炮了 我们喊变炮了 烟花了 这应该清和的 应该清和的 高兴点 把他说 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家里现在的情况呢 比以前好了很多 因为啊 当时一家人 为了能够有钱 去寻找儿子 爸爸选择出外打工 去做保安 打工挣钱 而妈妈的精神状态呢 也在大儿子和家人的开导 以及不断地劝解下 慢慢地在恢复 现在他能够在家里种地 卖菜 做点小生意 为了改善生活 家里呢 还养了十三头猪 长大之后的哥哥 也外出打工 挣钱 攒钱 和爸爸妈妈 一起撑着这个家 一家人 都在共同努力 寻找亮亮 等亮亮回家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被拐的孩子 亮亮 大家肯定也很关心 亮亮的情况 亮亮呢 是从小被卖到了福建莆田 从贵州卖到了福建 现在她是长大了 在浙江义乌打工 现在大家来看看 亮亮的情况 以前一直不知道 自己是个领养的种身份 后来慢慢长大之后 村里人就慢慢地传出来了 然后就传到我的耳朵里面 我对儿时的记忆 就是一点印象就很好了 然后也很想知道 自己的父母长怎么样 然后现在过得怎么样 然后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真正的生命是哪一天 现在在浙江义乌 几个朋友一起合伙 然后一起做电商 这边是工作室 对面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 我们平时都自己做饭 然后这是宿舍 小叔 即将见到你的亲生父母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就很激动 然后就感觉很舒暂 就一直觉得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 还是很激动 小伙子很精神 对 我们看到亮亮最后开心地笑了 她是养家的第五个孩子 当时养家已经前面有了四个孩子了 又把她买了过去 她这个中族思想 有些封建思想是非常浓厚的 她就是要儿女双全 包括这种中族势力 首先我们要全网抵制这种旧势力 旧思想 这些封建思想都是不对的 另外我想提示的是 收买儿童是违法的 是一律要追责的 拐卖收买儿童也是犯罪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亮亮说 其实她小时候并不知道 不是这家亲生的 养家室对她还挺好的 所以很高兴生活的 直到上三年级的时候 听到了这些传言传语 知道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一个身世 所以这么多年来 她也一直想要去寻找 我的亲生爸爸妈到底在哪 他们知道 自己是被卖的 被拐的 还是被抛弃的 所以一直陷入矛盾和犹豫当中 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份 你看看拖了多长时间 98年到2020年的六月份 她才去公安机关 两个月的不到的时间就比重了 所以就像孟畜说的 你和家人之间就差一地心 我相信刚才看的父母 可能更多的是愁容满面 是吧 亮亮是很高兴的 爸爸妈妈笑起来 会不会更像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一下前方 因为刚才我们得知 在前方我们的会上已经 基本上准备就绪了 爸爸妈妈已经准备入场了 我们别献一下 我们前方的曹文娟 看看爸爸妈妈现在 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叔叔现在一说起来 她人眼里有泪花 现在是高兴的泪花 高兴 高兴 非常高兴 我给她准备一个大红包 高高兴心的 去大红包 她的小时候我刚才跟你说 最爱吃的是什么 热米饭给她准备了 这五天她准备了 让你们见到孩子去包 为她吃一口热米饭 看大家记不记得 小时候的味道 好吗 对 好 那咱们走 走 好 他们马上就要去现场了 看到爸爸妈妈都很开心 很开心 对 当然其实也不止开心 我觉得情感很复杂 一方面又激动地想流泪 就像我们的央视新闻的 网友小时光朝中说 还没开始就泪目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接入贵阳的现场 看看现场团人的场景 依法严格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同时帮助这些家庭 实现团言梦 使公安机关责乎旁贷 义不拥之的责任 公安机关从未放弃 群长和质量 2009年 全国公安机关 查长失踪被管儿童信息系统 全国DNA数据部建立后 我局第一时间通知 和登铺夫妇到我局 采取DNA机器 并及时送颜的部 迟到2020年6月 朱某的DNA数据系继续过后 采与和登铺夫妇的DNA机器 举备成功 儿子就在那个门后面 22年都等待 今天咱们就能圆梦 儿子就在那个门后面 22年都等待 今天咱们就能圆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亮亮跟哥哥长得一样吗 一样一样 我看着就 心里就一直在抽一抽一抽一抽的 这种感觉就是 网友深是说 几十年的思念 今天哭个痛快吧 确实看到妈妈一直 很难掩饰自己的情绪 一直在哭 22年的等待 今天就让阿姨 宣泄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 压抑了22年 我们大家可能能明白 她确实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加之在一块 就像明后桃桃子说的 说你看有喜悦 有悲伤 甚至还有对这个拐卖犯的愤怒 对吧 全都掺杂在一起了 叔叔阿姨确实这么多年苦了 但是像孟主任还说的 苦吧 全苦过去了 接下来可能就全是甜了 亮亮从下来一直是看着妈妈 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妈妈的脸 妈妈 小时候亮亮变样了吗 现在 没有变 没有变 你刚才抱着她脑袋 一直看 一直看 是看在哪里呢 刚才最没想到 这个人的肯定 在那里 这个是亮亮独特的标志 对不对 对 她们有开机 她们都不太能够 我们也走回了新衣服 那我们现在给她穿上好不好 丢之前没穿过 咱们找着了第一件事 给她穿上新衣服 从今天开始 往后的每一天 都是幸福的生活 好不好 好 这两个孩子穿上了 同样的衣服就更像了 孩子 这是你最喜欢吃了 老板 妈妈 也给 ti打 妈妈 你吃了 老板 你也吃了 老板 我 我 时隔二十二年 张光荣一家 终于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小儿子亮亮 在紧紧抱住我儿子 看着孩子穿上新衣服的那一刻 爸爸妈妈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 认亲结束之后 一家人带着亮亮回老家 乡亲们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纷纷走上街头 热情地迎接着终于回家的亮亮 欢呼声 挪鼓声 终于冲散了 弄罩在这一家人身上 长达二十二年的阴满 在一同见证了这个家庭的团子的背后 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 期盼着每一个离家的孩子 都能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 再次对这一家人送上 我们最真挚的祝福